大家好,我是霍霍 冬天呢,我家就爱吃这些的饺子 鲜香味美,别替多好吃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在盆里倒入260克的面粉 放入2克食用盐增加筋性 充分的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倒入150毫升的清水 包饺子的面呢,我们用凉水就可以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式用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放一边休息一会儿 准备一个凉杯,里面倒入箱子的开水 放入一把花椒和八角 给它浸泡10分钟 准备一段大葱,中间给它划开 切成葱花 准备一块生姜去皮 先切成片,再给它切成丝 看一下这个花椒水已经变色了 把葱花和姜丝放入里面 戴上手套,把这个葱姜汁给它攥出来 在攥的时候呢,这个葱姜汁呢 对手有刺激,尽量的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准备15块钱的肉丁放入大碗里 倒入一勺料酒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老抽上色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盐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先给它搅一搅 然后再倒入这个葱姜花椒水 要少量多次的倒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 看一下这个肉馅已经粘稠了 第二次倒入葱姜花椒水 第三次倒入葱姜花椒水 最后倒这个肉馅加不进水去为止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打入一颗鸡蛋 这样子肉馅吃起来更加的滑嫩鲜香 搅拌均匀之后再倒入实际上的香油增香 这样还能锁入肉馅的水分 先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放入大碗里 浇上烧好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这一步可以锁出肉馅的水分和鲜味 还可以锁住馅料的香味 一举三得不可省略 再把它搅拌均匀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会更好 这里还可以加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我这里放的是泡菜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肉馅用来包包子包饺子 做馅饼都是非常的不错 把面团取出来放在案板上揉一下 直接搓成长条 下大小丢点的剂子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压成中间后边薄的面片 这样子就行了 准备一个面片 放入这样的馅料 对折 边缘捏合 再往回捏一下 这样一个漂亮的月牙饺子就包好了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下入饺子 全部下进去之后 用铲子轻轻地推动一下 防止粘锅底 水开之后 点上一次凉水 第二次点入凉水 第三次点入凉水 再次水开 饺子就熟了 给它装盘 我们酸菜肉馅的饺子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皮非常的薄 都能清楚看到里面的馅料 我来试一下 吃的时候呢 可以蘸这个料汁吃 这个肉馅非常的鲜香味美 不香也不柴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